你以前 不是只会用指甲 在文的包上 卡一个十字吗 我跟你说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跟郑树然东西 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这种事情哪能瞎视 我跟郑树然 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反正我不管 从今天开始 你得改变一下思维方式 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这么 Virus 小哥 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 这伤风吹风可舒服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爸 思雀也回来了 赌我 赌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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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你回来干吗呀 我回来吃点东西 你在想什么 从小到大 你都更喜欢紫秋吧 你又犯什么病啊 紫秋来了以后 你被谁欺负了 你总是第一个想到 让紫秋帮你报仇 你能瞒着我去游戏厅 去网吧 去闯户 干什么都不待着我 你又不让我打架 你又不让我玩游戏 你还什么都管我 你们半夜偷偷摸摸 在被窝里吃辣条 也不带什么 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 我们怎么带你啊 而且你刷了牙 你就不吃东西了呀 天地良心 日日可见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大哥 那可不一样 虽然都是肉 但是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都会钻井拳地保护自己的手心 都会钻井拳地保护自己的手心 那我手心还是手背 怎么回事啊 这蚊子怎么只摇我都不摇你啊 洗一碗擦一碗 你体温高所以我能得喜欢你 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回去吧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 在文的包上卡一个十字吗 我给你说的事啊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跟郑树然弄的是 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这种事情哪能瞎事 我跟郑树然那就是一个 失败案例 反正我不管 从今天开始 你得改变下思维方式 把我当上一个男人看待 牛不喝水 你不能抢人头吧 我不抢 但是你想喝水 明天只有这一碗 你躲不了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我 身边的人 省得在梦里面 起码被别人爱美了 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 没有 目前只告诉了冯希希 我本来不打算 告诉别人的 但是别人都把我当作是你哥 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 是有障碍的 不不不 没有没有障碍 你先冷静冷静 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呢 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 怎么解决 我考虑 我考虑 我先把这碗水放在我面前 好吧 行 那自秋 不不不 我尤其不能告诉小哥 他要知道了还得了啊 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孤立他 他会闹的 可以 那傻得一根筋 不知道也好 行 那就先这样吧 行 你自己吐腿吧 我先回去洗澡 你早点睡啊 你 你也好睡 好睡 你也知道 我睡眠不好 很难好睡 如果你今天最让大爷好好的 再像这两天一样 躲躲闪闪 我肯定睡得更不好 不是吧 大哥 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 全说事实而已 晚安 你去新加坡上了几年学中 把脑子都学坏了 脑残 你 你能威胁谁啊你 我李建津是你能威胁的人吗 我李建津是你能威胁的人吗 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谁啊 你好 我找李建津 建津 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不上班啊 我今天中午休息 想要带你去吃个饭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手机坏了 陪我去买 不接手行吗 这是我学姐杜娟 这是我哥林肖 你好林肖 这是我大名 谢谢你对我们家今天的照顾 不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 别客气 你说错了 别看她是我学姐 都是我照顾她 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下次请你们吃饭 今天我时间不够 一定要请啊 说话送话 下次可以交上 接见的另一个哥哥 好的 走了走了走了 哥 我饿了 吃饭吧 走 再见再见 这家商场在你去上大学之前 刚弄工你还记得吗 后来早就开起来了 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 然后这四楼是餐厅 特别方便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 躲我 说话不算数 没躲 我就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在爸爸们面前 我有点心虚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了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 那谁让你们放着 好好的日子不顾 你们 别挑字眼 救你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晓分别备备 她是哥哥 以后帮你送家 又来了你 手给我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不就是牵手吗 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 还少签啊 走 买手机去